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关于八旗的故事啊,咱们讲了两期了 昨儿在小片里啊,我还跟您吹呢 说咱这期也不慎着,咱不等隔一天一发了 咱们啊,连着发,口一看啊,不行 关于这个故事的梁子啊,我还得摘着 因为我发现啊,如果通讲八旗 咱们从八旗的建设衣食 一直到八旗的发展,讲到八旗的没落 这套故事啊,里边有很多,这个娱乐性很小 咱们这个频道呢,主要是聊啊,与历史有关的故事 我并不是给您上课,您瞧您哪位不比我有学问啊 咱们频道啊,还是以娱乐为主 烧在手的,灌输一点点历史知识 关于这知识有多少含金量啊,这我保重不了 必定啊,那我能力有限不是,这您还得谅解 昨儿这一天的功夫算是没白搭 我呀,又在这个梁子里摘出点有意思的八旗故事 跟您聊聊,今儿咱说什么呀 今儿啊,咱们就得说说这个,齐人 有很多好朋友就认为啊,这齐人啊 不就是八旗里边的兵丁就是齐人吗 嗯,您这个说法呢,他对 但是他不完全对啊 这齐人一词啊,在我理解 它是相对的,有很多个意思 您比如说吧,这大清国除了齐人还有什么人 对啊,再怎么说,这女真人啊 是从关外打进来的 除了齐人之外,这大清国呀,多数是汉人 还有其他少数民族 这些人啊,相对于齐人 叫做民人 听到民人这个词,您可能就会觉得耳声 可是另外有一个词呢,也许您就稍微熟悉点了 到这个乾隆以后啊,有这么个词 叫出齐为民 意思就是出了齐人成了民人 也就是说在清朝皇帝贵族的眼里啊 除了齐人以外,全是民人 这些民人啊,包括汉人 也包括平时说的枪移戎敌 华夏的所有所有的少数民族 那么聊到这儿,问题就来了 这齐人他分不分阶级和档次啊 这事啊,他也是说不死 他还得看啊,是和谁比怎么比 您比方说吧,都是正身齐人 又同是马甲,就是齐兵啊 说您呢,是这整皇旗满洲 有通天文 我呢,是这个香红旗汉军 原来啊,是尚可喜手底的一个小兵 这么说来呢,咱们俩的身份地位 以及所领的工资钱量都是一样的 可能会有点区别的地儿啊 也只能体现在工资上 那您如果是这个京八旗 我是这个外地的八旗住房军 您的工资啊,会比我高一点 这就好理解了 这京城和偏远山区的消费水平也不一样 所以工资也不一样 但是从国家那领来的粮食可都是一样的 正身齐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这咱们说的是横着比 那么竖着比啊,就体现出差异来了 这竖着要是比起来 八旗当中身份最高的人啊 叫正身齐人 有人说不是齐主吗 哎,不是人,齐主和领主啊 那都是统治阶级,在咱们这儿啊 他暂且不算人 咱们呀,说的是普通人 这正身齐人啊,被称作正户 还有啊,令户 正户呢,就是最早被编入八旗的人 这其中啊,包括这个 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 在这儿呢,咱们要单撇出来一句 在八旗满洲里,不一定都是满族人 这里边呢,有蒙古人,也有汉人,也有这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 您比方说这个索伦人 还有呢,就是达沃尔 您看啊,我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这个八旗满洲整白旗下呀 有这么个姓氏,叫郭伯罗 到了晚清民国的时候啊 出了一位厚厚有名的女人 谁呀,末代皇后,郭伯罗宛容 她,可就是达沃尔族 咱们这说的呀,是旗人里的正户旗人 令户旗人呢,和正户旗人是一个意思 这令户一词怎么解释呢 就是树大开枝,儿子太多了 长起来了,从爸爸的这个户下呀 分出来,另立门户了 这呢,就叫令户旗人 正户和令户旗人,没区别 都叫做正身旗人 再往下呢,就是开户旗人和令计档案旗人 这两种旗人的身份呢 比这个正身旗人要身份低一点 这开户是什么意思啊 是从这正户旗人家庭当中 开出的旗人 您记住了啊,是开出不是开除 他们的组成啊,都是战俘 这些人成为了俘虏以后啊 就被平均分派到了八七当中 成为了这些正身旗人的奴隶 什么人都有,也汉人居多 这些奴隶啊,人得区别于后来满人嘴里的主子奴才的那些包衣啊哈 这些人身上的价值,他不体现在田间地头庄园劳动上 他们可都是消耗善战的将士 所以说呀,这主子出去打仗啊 就会带上这些奴隶 并且这清初的规矩啊 一旦这些人在战争当中立下战功之后 就可以以战功为自己赎身 还有就是,随着年身日久和自己的主人关系是越出越好 于是这些奇人主人啊 就决定把这个奴才啊 从自个的户下开出 还给他自由 这样的人啊,就叫做开户 您就比方说吧 这年庚瑶他们家 这年庚瑶的祖上 虽然啊,是因为科举才出的包衣 但是他们家也算是开户奇人 还有一群人啊,叫令计党案人 这群人的身份呢,有点意思 他们都是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这些奇人啊 抱养的 有可能是因为清初战争频繁 南丁缺失 也有可能啊,是这两个民族的整体生育力不强 所以导致清初的时候 很多八旗家庭没有儿子 于是啊,他们就从附近交好的汉人家庭当中 抱养小孩 为什么说这满洲人在生育上呢 可能不太在行呢 我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 清朝建国以后啊,派往金陵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啊 八旗驻防军当中 八旗满洲和八旗汉军是一边多的 可是到了雍正年之后 这杭州将军给雍正皇帝奏报说呀 我这有点啊支持不住了 苏辣闲散太多 八旗满洲还好点 有三百多人 八旗汉军呢 有一千七百多人 虽然这和当时八旗军中的这个调假制度有关 关于这个调假制度啊 咱们今儿可能讲不了了 不过呀,这也足能显出来这汉族人啊 还是挺能生的 八旗当中再往下一挡啊 那就得说是包一了 这会儿啊,好多好朋友就来精神了 说呀,这包一我知道 不就是奴才奴隶下人吗 其实这种人啊 在满洲话里啊 叫包一啊哈 这两个满洲词汇里啊 一个是奴隶的意思也没有 包一是什么意思 包一是家 他和这个蒙古包的包啊 大概是一个意思 啊哈 也并不是奴才奴隶的意思 如果您一定非要把它翻译成汉语 那翻译成为我的人更为贴切 把它连起来一翻译啊 应该是我家里的人 其实呢 不如说是啊 这人是我家的 是我的私有财产 哎 这就有点奴隶的味道了 所以这种包一啊哈 被翻译成户下人 他自己没有户口本 必须写在我的户下 如果这种人成不了开户其人的话 他只能一辈子依附在正身其人的户下 自己呢是包一 生下了孩子呢 叫家生子 您要想更好更明白的理解什么叫家生子啊 那您啊 读八旗这些书啊 您算读不出来了 我给您推荐一本 《红楼梦》 那里边啊 说的清楚着呢 有人就说了 哎呦 这包一那可够苦的了 啊 苦啊 这您就说错了 这包一跟包一也不一样啊 下午期的包一 依附于取主 这取主用人 他也不能让人光干活不吃饭啊 所以啊 待遇也不低 像什么花把式 鸟把式 鹰把式 这些有技术含量的 能陪着主子玩的 工资啊 还额外的高 那就更别说这上三旗的包一了 他们的主子是谁呀 他们的主子呀 是皇上 这群孙子都算公务员 这天下第一肥缺内务府 不就是他们把着吗 您比如说那个曹寅 哎就是刚才咱说 写《红楼梦》那个曹月琴的爷爷 从小啊 就是康熙皇帝的半读 再大点啊 就是侍卫 和康熙皇帝八八大 自小的玩伴 哥老百姓的话讲啊 这俩人啊 从小撒尿活泥 抠定钩的关系 虽然这曹寅呢 是内务府整白旗 包一出身 怎么着 他也算是奴才 不过呢 就是因为啊 康熙皇帝这层关系 康熙刚一亲政 就给自个儿这小哥们啊 安排了一个肥圈 江陵之灶 兼两槐盐茶屎 又是仇子又是盐呢 这点钱呢 不过他一人搂搂了 就是因为老皇上 太放松这个发小了 结果呀 贪大发了 没收住手 哎 亏控国库银子了 雍正皇帝一登基 也不客气 气着咔嚓 二话没说 抄了家了 为什么这么不留情面呀 首先说呀 你是奴才 用你的时候啊 你是香伯伯 不用你的时候啊 你就是臭叶壶 把你办了呀 没有心理压力 您瞧了吗 这友情一代 在八旗里啊 见着令主 其主 乃至皇上 都是主子奴才的 他们呢 都是不搅寒陈 为什么呀 因为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在他们嘴里啊 这阿汉啊 是家里人的意思 透着亲 透着近 你要是个汉臣啊 还不能称奴才 只能称为臣 当然了 很多在皇上跟前啊 自称奴才的 也都是正身其人 这么称呼啊 无非是啊 套近乎 那么还有比这 包衣阿哈 档次更低的人吗 有 什么人啊 罪人 内务府不就是有一个 信者库吗 在那儿啊 既没有参陵 也没有左陵 那儿啊 以管领为单位 在信者库管领下呀 都是犯过错误的其人 虽然罪不至死 但是永远背着一个 罪人的名号 您比如说 这后来啊 被雍正皇帝改了名字的 廉亲王印寺的生母 梁飞卫士 他们家呀 就是信者库出身 梁飞娘娘活着的时候 在康熙皇帝嘴里 一辈子也没逃出 信者库 贱妇 这种称呼 关于八旗当中 人员等级 我看我在这儿 给您掰吃的 也算差不多了 您要是还有什么补充啊 欢迎您在留言区 给我指出来 我这儿啊 感激不尽 得嘞 今儿咱们就到这儿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明天呀 我跟您聊聊 这铁杆装件 到底能关多少 前两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yuk